数据显示在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 全国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达到了1.0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 国庆假期很快就要到了 这几天广州各大旅行社迎来了国庆出游报名高峰 而广州出发的中短途高铁车票已经十分紧张 中秋假期刚过 广州各大旅行社门店迎来了大批前来咨询的市民 国庆期间出境游线路很受欢迎 由于欧洲美加等出境长线报名已经截止 市民纷纷把国庆出境游目的地转到了中短线路上 现在去日本 都是去北海道那里 都是我们一般的家庭出去多 能得家人有时间在一起 有旅行社表示目前国庆期间前往澳西日本中东 北非东南亚等线路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 此外今年国庆节期间国内有包含贺国庆赏秋色元素的目的地最受市民的欢迎 北京华东片区四川新疆广西等成为了广州市民的十大热门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九寨沟在遭遇地震灾情两年之后 今年国庆前夕重新开放 广州出发的手团已经成团 广州市民最早在9月23号就可以见到重开之后的九寨沟美景 另外由于市民在国庆假期国内游的出游时间和方向高度集中 热门目的地的车票机票酒店等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其中根据广铁集团消息 9月30号10月1号武广高铁前往长沙南武汉方向的车票基本售庆 而记者通过12306网站查询 从9月30号到10月3号广州前往厦门贵阳贵林等多个热门旅游地的高铁车票也已经基本售庆 感谢观看